好,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早安 好,我们今天早上应该会有一些时间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如同刚刚老师还有浩迪讲的 其实的确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这句话好像讲起来,非常期待 跟大家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好,那今天实际上我觉得 与其是说分享,我觉得重点是更多希望跟大家做互动 那今天所讲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我们过去的一些学习 那也持续在努力当中 好,在我们家三个孩子,然后高雄人活 然后嫁到宜蘭,在台北上班 那现在他已经不是长这样子了 我只是给大家分享我甜蜜的时光 的记忆 说到跨领域,我最早 这不是 这不是我的 23年前 所以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后来我们的老师 老师就问我说 就是你觉得音乐界 有没有再差一个会音乐的人 我说,这是什么老师 就问这什么问题 那音乐界不就是会音乐的人组成在一起吗 然后他就说,没有,实际上是 就是希望我有机会去多学一些其他的 然后有机会可以学一些可能人文艺术领域 很特别不熟悉的 所以我就 转商权 所以我第一个措施是在承扎念行销 第二个是在美国念财务管理 第三个在博士班是念设计 所以就乱念 所以今天大概会跟大家多分享 从不同领域看到的面向 这样子 好,这是我的背景 然后 我们的团队目前有两个团队 那做不同的事情 但核心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 第一个团队是 刚刚也有跟宝博说明 就是我们是 过去在公演院设计整合的团队 所以我们团队基本上会很 在当时候的阶段 其实是每天就要 读很多的技术文件 去了解不同的科技跟技术 会用在未来的 什么样的产业或 产品上面 那基本上在这个团队里面 过去里面的组成是相当多元 那也不乏由资工背景同伴 但问题技术面的部分 其实不只是ICT的技术 能源的技术 资工的技术 材料的技术 机器的技术 这些的面向都是技术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去思考技术 怎样去做商业型的应用 那另外一个经历 就是17年的时候 就离开公演员 然后所以我们也经历过新创 经历过成立公司 募资等等 所以我相信在场的伙伴也有很多 可能未来要创业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团队在松山烟厂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到那边找我们玩 然后我们的核心呢 是做设计 那做设计的部分的本质是做 Service Design 也是系统性的设计 然后在这部分里面 用系统性的观点 带整个解决方案的输出 那第二部分是利用开放式的创新 然后做价值的共创跟设计 好 看起来这些名词都比较难懂 但基本上我们实际上比较 focus的面向就是把设计当成动词来说 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的 只要讲设计 基本上讲的都是动词的设计 所以不是名词的设计 所以不知道教大家 我们怎么设计一把影子 或一个银垫之类的设计 那个是名词 但重点的 动词的设计在 英文的拉英文里面 的Design就是在解决问题 跟创造新的价值 那这样的一个例子 基本上就是在做设计 所以在场的所有跨领域的伙伴 基本上你的工作或你的专业 都是在做设计 因为你都在 解决问题跟创造价值 对吧 有没有在场你的专业是在创造问题的 创造问题的 你完蛋了 你还要去上班吗 设计没有绝对的好过坏 它需要很多的辨证 我自己本身过去跟台大陈东东老师 在台大开社会设计的课程 那我们各开一个学期 那从社会系的观点 在看设计这件事情 是教我一件事情是做很多的交叉辨证 做这件事情到底一定是这样对吗 那一定是这样是好吗 刚刚老师在一开始讲说 做设计能够 好的impact for good 这件事情 你确定吗 我觉得这部分里面是在大学教育里面 试着要给大家的一种辨证的思维 因为大家都要独立 未来去做思考 比如说 Fu Panda好不好 Fu Panda这个设计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先讲好的话 Fu Panda哪里好 共享经济 很快 方便 还有创造工作机会 疫情期间方便 疫情后之后就不方便 也很方便 好 那换句讲 Fu Panda哪里不好 有没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部分 在这个 等一下 你看 运费 会拉高价钱 对不对 抽成比较高 所以很多店家的 就是他的那个 利率会被稀释掉 对不对 有一次 我跟之前的客币 有一个同台的延长 他在后台就跟我讲说 Kevin你知道 台北是因为有Fu Panda 每一个月会增加至少2000起的车祸 都是外送外卖 你才知道 我记得我第一次叫外送的地面是在上海 我们办完一个活动 然后庆功宴 然后那时候就叫了一个30人外送的海底高 30人外送的海底高 然后重点是当你吃完这30人份的海底高 是很饱很爽没有错 但是基本上就是你看那个垃圾 那个包装 是超级无理多的 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研究 也在研究说 因为有外送外卖 到底会增加城市垃圾的顿速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量 但我没有去背那个数字 那在台湾 其实我们也因为外送的方便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部分 直接会增加到很多的垃圾 那这部分里面都是一个设计 有好也有坏的地方 上次我来台大演讲的时候 就有同学举手说 老师我觉得副片长超烂的 我说干嘛很烂 他说因为他都会偷吃我的薯条 应该是太饿了 好所以设计并没有绝对的好跟坏 所以这部分里面重点是你怎么想 所以很多的技术 很多的科技 很多的方法 其实对于我们在做 以设计为动词 要解决一个问题 或创造价值的历程来讲 重点始终不在科技跟技术跟工具 重点是在你的心理 你有沒有很critical thinking 去概念这件事情 到底值不值得你 投入心思去解 跟你解了之后 跟你没有解 你想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是想要去突破的 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过去其实有蛮多的时间 在几个利益 几个轴向上面去做努力 比如说在大健康的疫情 在数位转活的疫情 在循环经济的疫情 在社会创新的疫情 那我们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讲几个案例 然后你跟我讲 你现在学资工或学网路媒体 请问你在里面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会有保险公司 去找我们去设计一个全新给长者 或高龄化社会 因为大家越活越久吗 你知道越活越久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是一个机会点还是一个挑战呢 如果你今天在保险公司 当一个非常厉害的资工主管 请问如果老板问你这个部分 你就怎么回答他们 的确那时候 保险公司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算不出 就是他们越来越难掌握 因为高龄化的部分 至于他们的保单 就像是现在那个之前 他们亏一大糊涂的那个防疫保单 就他觉得可能不会 就是这么夸张 结果就是 赔的就是 真的是翻标这样子 那高龄化这一部分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数据讲说 如果你现在是在2000年之后的出生的部分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机率 你会活到100岁 对 你会活到100岁 所以 所以你看 当一个产业遇到这样一个大的 环境问题的时候 其实重点 除了先想说 到底会带来企业或商业上面 有什么样的挑战之外 重点也在看他的机会 也在看他的挑战 那挑战的部分 就是有可能今天发了一个保单 但那一群人买了一个保单 他就是不小心活得太大 那不小心活得太老的状态之下 就是你还是必须要保障 那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到底要核算多少保费 整个试算跟公式才会平衡 甚至还是是赚点的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挑战的 对 那第二部分是比如说 像我们会有旅馆 会说 那同样的在高龄化的社会里面 有没有一种旅游的形式 是针对首领跟银法 特别熟悉的形式去重新设计 半边 重新设计旅程 重新设计里面用的科技 所以这部分里面也会 有我们有机会来做整合 所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内部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一个目前整合性的团队 比较像是现在某种程度 因应新的产业或社会挑战的 一个新的剧本的制作人 所以你重新定义说 当今天社会或环境或经济 发展到什么样程度的时候 到底对于一个品牌 或对于一个DA 你希望设计给它的整体的剧本是什么 所以比较像是制作人的概念 然后在这部分里面 比如说当今天你要找方式 怎么样能够用一个新的数位系统 帮助你不是只有找物理条件的房子 而是你在找生活 找lifestyle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怎么样从客群的分析 跟了解 到了解经纪人怎么卖房子 怎么去帮忙找房子 跟业务的销售历程 这部分里面怎么样 形作到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在数位 或在资工资管的系统逻辑里面 去开发给他们用的这些系统 或者是一些smart的系统这样子 那这些的部分都是在 我们会接触到的一些面向 那又比如说今天如果今天 因为大家在讲AI系统 那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案子是做 就是做如果今天 人越来越少 然后大家知道现在在像一些养护机构 或者是专门照顾这种有失智失能的 长辈的机构 大概一个人 一个照顾人员大概可以对六到七个 这是法定的一个部分 但当今天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刚刚那个佑晨佑 刚刚在讲的部分是现在虽然说 我们越来越长寿 但实际上现在整个 我们的这个怎么说 整个人口是开始快速萎缩 就是那个人口的那个红利的黄金 其实已经不好 所以现阶段的部分是因为生人又更少 所以虽然说人活得更好没有错 但基本上 就是整体的绝对数是开始往下降 所以那时候就会开始到现在 遇到很多少子的话 会冲击到很多劳动力的问题 那劳动力的问题 就会去思考说如果今天有一个 那个 应该说未来的服务业 我自己的看见是会慢慢走向人家系统的服务 然后去用系统去 就是去加强人的 去做更多的服务 那在这部分里面的思考点 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照顾人员 是原本一个人可以照顾五个人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新的智慧型的装置 装在照顾人员的眼镜 或者是随身的系统上面 他可以马上帮你做智慧排程说 这群病友 下30分钟要带Toby去尿尿 然后下40分钟要带黄姐去吃饭 下50分钟要播音乐给韦儒听 基本上他可以帮你做很多需求的智慧化的排程 然后告诉你下一秒要做些什么是最有效的 那因为有一些的病友是他 你如果不给他做这些事情 或没有提醒他去上车说他就会爆发 他就会就是心情就会爆炸 你知道施政的长者 有时候他真的是忘记到连他自己有没有去上厕所都忘记 有可能他开了厕所进去之后就出来 他也忘记他有没有上厕所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都会 开始一些smart device去帮忙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现阶段在比较新型的照顾肌肉里面 可以很快的智慧记录 到底这些长者喝了多少水 然后以他在这一个部分的exercise的掌握率来讲 他应该要尿多少的尿出来 如果他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而且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实际上是有 智慧化的device可以去测量 到底他有没有真的上厕所 或真的是排了多少 因为这部分都会跟党者的状态会有关系 因为他如果憋尿 但他又忘记怎么讲 他就只能够摔杯子或揍旁边的人 所以这些都是在照顾上面运用科技 去做对应的面向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重点科技要怎么使用 你要先了解第一线的现场的真实世界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才会把它用在对的地方 跟smart的地方这样子 好 然后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最早写的书 叫做服务设计 打开服务设计的秘密 然后在公益院的时期 大概7年多 就是写了两本 跟科技 跟产业做创新发展 有关系的部分 那 这是我们第一家公司 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第一个公司在做的部分 就是比较用设计用科技 然后解决很多在商业或品牌或产业的一些硬抵的设计公司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在10年前 因为我记得太太是我的老婆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很多医护人员在第一线遇到很多挑战 那当然长话短说就是后来有一种感动 跟想象就是说如果有机会 因为并不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或是很多的公共服务 或很多NPO在做的一些事情 都有办法请得起或请得到各位的这些重要的talent 或是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成立一个平台 那5% Design Action 就那时候诞生在10年前 大家可以猜猜一下为什么是5% 5%的意思是当时候我们就想说既然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但大家都在很多的全职的工作里面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渠道 可以把很多专业人士 你就拿5%的时间 然后带着你的专业来投入很多社会创新的一些工作 跟行动里面 那我们的团队也是目前 台湾通过B型企业认证 B型企业这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去search看看 是全球的一个 再检合你的企业 是不是用你的business model for good 的一个重要的 certification 那这部分里面 台湾目前大概有45家公司通过这样子的认证 那这部分里面也告诉我们或让我们有机会 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说 到底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能够评比说我们在做事情 真的是有一些正下影响力的 那所以在10年前 因为有这样的平台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项目上面 我们都很习惯去告诉自己或逼迫自己 不要只有想到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有没有在其他的重要的领域 是有更适合的人一起来join 这个action 然后从他投入5%的时间开始 那也因为有这群人 所以在过去的10年里面 就比较有机会跟很多的不同的工部门 企业在投入社会或ESG的行动 或很多NPO NGO组织 就是一起做很多的行动的项目 所以聚重知识 但不是上街打闹 而是透过设计 就是说 除了我们这一代的人 能够去在网络平台或在现实生活上面去说 这个东西好或不好 但重点是 你不觉得现在最缺的部分是 除了能够批评的人之外 能够拿出或端出solution的人 有没有更多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负责任跟积极的 一个面对未来社会的方法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也投入很多种不同的议题 比如说 我们过去跟新北市在两任的市长 就很focus在高龄的worker的议题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新北市板桥成立了一栋 叫荧光卫来官 然后专门聘用55岁以上的专业人士 回头跟年轻的创业团队一起做设计 或做新创 那大家猜猜看 这个是我们当时候最年长的 就是孙大哥高年级设计师 你猜他几岁 90 他105岁 然后他是四家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但他非常的简朴 他住在公寓的五楼 意思是什么 肯定要爬楼梯 肯定要爬楼梯 100年约 100年约 然后我认识他是在一个科技论坛上面 然后那时候他担任其中一场讲座的讲者 然后在谈未来人工智慧的发展 然后每天可以读一到两本人文书 然后像我们这些人小兔的 只是不念书两字 所以你永远是可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看到很多可以inspire你的人 这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最大的乐趣 然后现在有很多听到做地方的议题 地方创生啊街区的载造啊等等 我们也是透过研究在前去了解地方的需求 然后回头在人力平台上面去思考到底要募集什么样的人 回到家乡或街区来做投入 所以重点 技术跟工具能够发挥作用 重点是前面有很棒的引导 汇取我们叫做设计研究 就是说研究的这件事情大概是非常重要的一关 其实我们这几年做很多地方的议题 也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 当你先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是台南人 但我去做台南街区的再生的议题 你会发现你只是在雪原上或某一个标签上 你是讲你是辽宁人或台南人 但老实说你还真的不知道里面的很多的细节 所以要做很好的地方的议题的创生工作 或者是一些延续性的工作 前期的研究跟蹲点就超级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街区或地方的时候 通常都先找到里面的关键性的长期蹲点在地方的团队 或社会企业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因为他们在这里很了解 但重点是可能有很多他们想做的部分是 人手不够资源不够专业不够等等 有没有办法去达成 所以当你那个时候你在进行的时候 比较不会做歪掉 所以可能大家都满怀着非常大想要改变世界的热情 但重点是你有没有很清楚的知道 到底你的问题点在哪里 这部分就蛮重要的这样子 好 那在这几年其实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跨城市的分享跟串联 当然Cole 19的过程当中有比较平致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非常期待 而且我们把握很多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 我们在台湾或者是怎么利用这种在专业志工的形态的概念 用开放式的创新来面对很多social 很多environmental的意境 那因为在这部分里面实际上 你会发现你到业界或在渠道里面 你会发现做一件事情 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人 对 所以我们也在想说 重点怎么样用这一个好的人力资本 来去推动社会或产业的创新 所以如果你有个渠道可以去drive 一些很不错的人来跟你一起行动的话 实际上有可能你在整个的推进上面是会更有成效的 所以我们才会很努力去学习这一块的面向 好 我讲完了 来吧 换大家了 好 等一下快速的讲一下整体来讲 你们那一组想要多了解或多学些什么 先从这位同学来讲 好谢谢 大多数的伙伴其实有一个部分会讲到面向是 到底做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开心的 了解需求 甚至去确定这个目的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是当你确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机会去好好去领导或跨领域 跨领域然后怎么整合 然后整合的部分当然有软硬的整合或人的整合 所以有人会问到HR的部分或合作模式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讲到的是 那怎么看待现在的Web3或Meta或O2O 线上线下会用到一些Delight或设计的技术 的这一块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部分里面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最喜欢的 然后里面像现在做游戏画的部分也很多 其实这里面的部分 我认为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的技术 但前提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到底你有没有了解真正的需求在哪里 还是为了像以前我们在公益院 自己觉得最痛苦的时候 就有时候就是会逼着说 我就是有一个已经投入8000万的技术 请你一定要在今年帮我想到它可以商转用在哪里 然后找到客户把它寄转出去 这是为了技术的发展和发展方向 通常接到这样的case是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最痛苦的 因为没有太多的这种思考逻辑 在人的需求或市场需求上面 那这部分里面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怎么去做跨域的领导整合 然后怎么面对失败0到1到100 然后有关电通的部分 请问在场电通的警局手 电通的伙伴 对请大家问这些我们来自电通的专家学者们 好谢谢 然后怎么看一些设计 交通房屋 然后比较 对怎么样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或认识更多有趣的人 那怎么做到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这件事情或刚刚讲区域的课程 然后有人想找实习等等 好 确定这是大家想知道的吗 我们就要拍手通过了 确定 好 请给自己掌声鼓励到 好 我刚刚的方法就是在demo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刚刚在那边有同学问说 到底怎么样去带领 其实我回想我带领的学习跟挑战是从大学开始 所以那时候因为参加非常多的社团活动 所以一直被逼折 做自己觉得不太善良的事情 就是带领 那带领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刚刚就是demo一个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传统的时候要带领一群团队 比如说大家有问题的就举手 有想要做什么举手 有意见的举手 通常大家就不会举手 因为那是我们华人的共同的状态 所以刚刚让大家先写 找到人去做分享 有人帮忙统整 这件事情大家都是被我设置的 所以最后大家用 刚刚从开始到现在用大概不到15分钟的时间 这个以视觉化写出来的表单跟keywords 是在场这么多人一起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跟大家最后说 这个确定是大家的目标吗 大家说是我们才走 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 你自己在工作 或大家在学习 或做专案 或做check project的时候 第一个是你确定你的伙伴 都是很热情或很open 或很外向 或很能够善于文字表达吗 有些人不是 但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或工具 让他能够去做分享跟讨论 甚至有讨论的时候 连大家去写出来的时间也在设计的讨论的过程里面是被保护的 也不是大家很急着 你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他没有讲 那今天就算你没有意见 你就往下 通常在一个跨领域的整合的这些事情 最大的挑战是 你根本并不知道 到底被大家所认可 跟觉得共同有价值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刚刚只是用了一个方法 让大家都有机会讲 都有机会写 都有机会表达 然后不管你今天是善于言辞 或不善于言辞 因为你写了 你头脑就会动 你动了就会再想 那你想棍当中 最后 我请每个小读长讲的时候 把它写下来 用视觉化的方式跟大家确认 大家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也很怕误解了大家的意思 所以重点都是在于 这个我就要抽用我们家的 我这套方法是诗诚 学历 对对对 好学历 好这一套 设计再讲一件事情 第一个金句给大家 设计的第一个部分 大家还记得老师刚刚讲说 这堂课讲的设计 是用动词还是名词 动词 动词对不对 比赛在拉丁文里面 第一是赋语的意思 三是价值跟遗憾 所以你的专业 你要在解决问题跟创造价值 的过程就在做设计 好大家一起念一次 设计就是 解问题跟什么 创造物性价值 再念一次设计是什么 解问题 创造物性价值 好 第一个大家要带回去的部分 就是你 透过今天的课程会知道设计 就是要解问题跟创造性价值 所以 重点 你用什么样的工具 或Evan 刚刚同学问到的 老师到底什么是要用web3 什么是要用 线上跟线下等 什么是要用ARVR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部分是 你用了之后 有没有解到原本真正的问题跟创造原本没有的新的价值 那新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讲 比较跟F 这一段的差距叫做你 有没有创造新的价值 你如果完全不做 你完全不把你新的开发的程式或工具 运用在某个产业或议题上面 要不要用或怎么用 重点是你们讲出用了之后 他能够跟没用之前 有什么样的绝对性的价值的论述 你讲的够有信心 够有底气 讲的够大声 不是说老板我就把这个工具用到这个议题上面或产线上面 但问题是用之后到底有没有解决 原本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创造了新的价值呢 这件事情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我要交给大家的重点叫做 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要让某一个议题 某一个品牌 某一个产业 某一个关键性的issue 从A点走到更好的B点 好 比如说 我跟鼎君说 鼎君走 我们去更好的B点 如果大家是鼎君 你会问我什么问题 B点在哪里 还有吗 好在哪里 很好 还有没有 走 鼎君走 我们去更好的B点 鼎君就问我说有钱吗 不是 对 第一个通常我们就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得去 或者是刚刚有人问说 为什么 或是什么是更好的B点 所以通常我们自己在做很多 或者说 不管刚刚大家在讲说 常造的议题 或环境的议题 等等 其实我们都会花很多时间去辨证 到底我做这件事情之后 到底有没有去到更好的B点 然后更好的B点的这个论述 基本上就是问的是 为什么一定得去 为什么非去不可 跟到底要去到哪里 叫做有去到B点 所以这部分里面 就偷用了 我刚刚讲 我们家薛琳加入我们之后 就是我们公司 就挡入Google的OKR的想法 OKR 都是objective 目标 KR叫key result 这件事情到底在一整串有什么关系 大家看 如果你要问说 什么样 为什么一定得去到那一个更好的B点 你要讲出清楚的目标 清楚的目标就是讲出 到底在解什么样非解不可的问题 跟能够创造出什么样新的价值 这样大家联得起来吗 白话就是目标是什么 就是这个 KR是key result 就是什么样 我去到什么样的点 看到什么样的key result 关键性的参数 叫做有到达那个更好的B点 所以 这件事情在特定的时间内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先抓三年 所以今年是2023 基本上就会有2024 跟2025 跟2022 23 23 24 25 30 O跟KR 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 我要达成什么样的可衡量的key result 叫做飞去不可更有达到更好的比较 好 但是我们这堂课并没有跟大家讲到非常设计管理或这种整合性的这种概念 但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你来上课 KR老师跟大家讲说 做设计就是要解一个重要的一点 所以你必须要有数据告诉你 知道它是非解不可的问题 不然问题这么多 为什么定这一点呢 而且要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你可以说出 我不做跟做了之后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如果你可以讲得出 你就可以回答第二件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值得解 然后你也知道 before跟after 能够透过你的设计或你的技术 创造出什么样的改变 但第三个就要不知己 既然这个问题这么重要 也可以产生性的价值 为什么是非你来做的可能 这就是一层一层的论述 所以我们每一个专案 大概都会经历过这些的面向 去做一些思考的点 然后重点就是 怎么样从A点到更好的B点 是设计的第二个重点 大家念一次 设计就是从 从A点到更好的B点 再讲一次 设计就是从 跟你旁边的人讲说 我要跟你去更好的B点 有人竟然想说我不要 大家都太疼了 所以有这些部分之后 当然设计还有很多关卡要做 比如说 我现在在哪里 这个议题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跟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巨人的巅方 就是你要做研究吗 所以你会知道说 到底在这一块里面 我可以奠基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下 再往前 所以各位硕博士的学生 你们硕班的论文第二章都要写的吗 文献 回复跟探讨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一定得要回复文献跟探讨呢 为什么你不就说 老师我要做这个 我是梦到的 我觉得我梦到说 它是超级值得 而且值得透过我的研究 创造出信的价值 通常很少有这样的状态 艺术的领域有天才 资讯的也有 各行各业都有 但是设计基础上在长线的观点上 还是把大家看成是一个有限的人 所以大家要透过研究 把自己的眼界张开 所以你会知道 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 以全球来讲 一定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那他做的怎么样 那他的 这个随位 会随准 会不会变成你的starting coins 那你就比较容易成功 你只要投注一笔钱做一件事情 像刚刚后面 那个资工一哥的旁边有几个伙伴 是有创业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到底一件事情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 当然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我觉得还很重要的部分是 大家在全球的创新的研究里面 就讲说 创新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 资讯的不对称跟不对称 你以为你知道 但是这样你不知道 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 在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是世界第一 你觉得你无人能敌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很 humble 来看待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值得解的问题 跟有机会创造性的价值 你觉得全世界中你最聪明 看到这门生意吗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蛮有疑问的 但是如果可以再做 你应该要知道说那现阶段 既然这个问题这么值得解 既然这个问题这么有几个价值 那到底现在有谁在解这个部分 到底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有知道 或你知道谁可以作为你的成功 或失败的借禁 我相信你在这一次的行动之后 一定有机会再提升它的成功率 创新一定有风险 创新没有你铁定成功 没有你创新是 或创业是百分之百就成功的 除了Noah 回马枪 让大家都有叹语的 好 所以如果你大概有这样的 基本的概念的话 我就讲几个案例 作为一个收容 刚刚讲说 然后再复习一下 设计就是怎么样 从A点到哪 更好的B点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我们实际上不管你今天 要用的是AR或VR 或是你一样用的是无人车 或是你要做的部分 是很多的变形等等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 到底更好的B点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把握 或是你知道在导入任何工具 作为手段跟好处处之前 你也没有know what 跟know what 就是这部分里面 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到达更好的B点 以及到底为什么非去不可 非做不可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躺平就好 为什么要来做呢 我相信这部分里面就是 要去了解what 第二部分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会很关切到who的问题 who的意思是 到底我在为谁解什么样问题 为谁创造什么样价值 多了一个who的读词 在中文的语句上面 但who有另外一个语句 叫做你的partner的who 所以如果你要从A点到更好的B点 你要组成什么样的 复仇者联盟 跟你一起千金 通常都会是跨温层的伙伴 一起千金 比较容易突破 所以金句三叫做 创新很难在同温层里面找到出口 这就是试诗 所以为什么请大家一开始要多认识新朋友 因为你太容易跟你熟悉的人在一起 然后大家边讨论就是边聊 大家就是爱聊的事情 但你可能认为世界就这么大吧 人生就这么广吧 但实际上你就不知道你旁边那个人 你不认识他你可能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跟他讲话 但有可能你跟他认识之后 会为你的未来的事业或人生添加不同的色彩 对吧 我们家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案例 所以也会常常拿在简报里面讲 就是十年前为什么开设5%的这个平台 就是因为我老婆就是在第一线做癌症的早期筛检的推广 大家觉得癌症可以早期筛检 可以早一点找出来 然后也是免费的 大家觉得这个服务好吗 好对不对 你知道在亚洲有很多的癌症或癌疾 是相较于其他人种或其他国家 我们台湾或华人更早发 早发就是更早会得到这样子的病症 那以健保的数据来讲 大概有将近三成五强的预算是用在恶性肿瘤 就是在癌症的治疗上面 那我讲这些数据都是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个议题这么值得接 因为如果早发型的人口有癌症的这个部分里面 跟他今天 如果今天是一个45岁的人 他离癌跟他75岁或85岁离癌 你觉得他对于家庭跟社会的成本哪一个比较大 45岁对不对 更年轻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正在负责 或在这个社会里面负责一些重要的 一些劳力或生产力或输出的一些重要工作 那在这部分里面 当时候我们就是在面对这个议题 因为台湾其实很早就投入早期的癌症的筛检的服务 但实际上也很多人不知道 不愿意 不想要 没有去做 所以造成很多在现阶段 包含我自己的家人 就很深刻的 这样子的一个病友的这种 就是都发生在自己的职系学生里面的家人 那当时候会做这个部分里面 就觉得说设计进场 有没有办法跟这一群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一起做一些创新的设计 所以第一部分我们就真的是投入很多的研究 那这张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缩影 就是我们去把民众到底他怎么知道 然后怎么进到筛检的流程 然后每一个流程里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给提升效率 所以里面的确有些部分是用到资工资管的专业 去改良他背后的登录的系统 怎么样他今天登录一个系统 可以在跨医院别的资料库 可以共同调到不同的资料 在很多的documentation上面 可以自动记录 可以用重工等等 这些的部分其实在当时候 10年典做的时候其实我们蛮开心的 那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其中就有一队的设计师 然后就把整个女性的这个乳癌的筛检车 这是原本的筛检车 然后给他一个新的品牌的命名 叫做乳后的奶茶 把所有的过程的部分重新做包装 然后在这部分里面当然他 他有很多的数据在背后去做支撑 比如说过程当中的体验 然后服务人员的成效 然后在这部分里面他怎么样再去 邀请他的家人或同事来做整整的工具的设计 这样子 那在这部分里面实际上往前做 甚至是去到不同地方做分享 那这10年前的照片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做社会的议题的部分 并不是像大家觉得说 打怪打一打就结束了 而是到后来我们到近两年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癌症的病友被告知 他不要去医院 也不要去参加很多的病友支持性的环境 问题是因为他本身的抵抗力是弱的 免疫系统是比较差的 所以如果他也很怕说他今天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因为感染到COVID-19的病毒 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 持续帮他做一个可以去对接 直接在线上的系统 提供爱友与家属的日常 而这些需求 将通过台湾爱政资源网 再次免责 台湾爱政资源网 集结权来各地的公益组织 还并认为爱资中心 便根据爱友及家属的需求 进入任何生活资源摆放仓 在这里 可以长到怎么吃 怎么动 以及能支持人生 就越来越多资源 找到在地的心理资深 专属爱友的两个课程 一模活动 一模团体活动 有关忙心两个的缺币 以及照顾者的身心需求 也可以一倍的缺帮 但是我们就从不开始了 只要输入爱别 年龄至两阶段 绝入地区 不是不可能进一阶段 就能推荐出复权的抗疫 的大部分 让你担心的相当的车路 台湾爱政资源网 重新出发 等航爱后新生活 所以当时候是期盼 有一个类似像 线上的个案管理师的概念 所以个案管理师在每一个癌症病 有不关 因为他的需求很多人 但是所有的资源 甚至尚在医院 尚在社会团体 尚在社区 尚在保险公司 尚在一些找工作的 一些人力媒合的凤结 那你怎么用一个系统 去把所有的服务 能够串接起来 那里面实际上 你跟一群很厉害的 资工的伙伴 UI UX的伙伴 一起做设计 但重点其实大家都一直 会一直focus 就是说到底 我们真正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跟创造心得 对于爱友或家属 的价值是什么 那在这部分里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 就是你从一个 一站式的平台里面 可以帮助你 依照你的location based的这种距离去推荐 你的很多的一些需求 那这些需求里面 如果回到刚刚大家问说 有没有web3或AR VR去介入的可能性 有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刚好在这个项目 又跟知社会合作 在讨论5G的创新运用 那时候我们的对标的部分 是做音乐跟艺术的治疗 在两厅院跟很多国家的交感乐团 实际上在过往 欧洲就有一路在做音乐跟艺术治疗 去帮助这些癌症病 有透过艺术跟音乐部分 降低心理的忧虑 跟很多因为口服这种药物所带来的疼痛 透过艺术跟心灵的这块部分去做治疗 那透过5G的进场里面是希望说 很多的老师直接在讲音乐 直接做play 然后他可以很快的 是可以异地共演的方式 在不同的癌症病友家中 或者是他的萤幕 就可以有很快的好几个病友 可以拍点一次 可以一起加入这个绿道 或加入这个音乐的行列 所以技术是用在需求的 那个当下去找到好的运用点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的确有很多在AR或VR 或是5G的现在的创新应用等等 但重点就是 我们有没有可以去很科学的 跟很工艺的去思考 我导入这个部分跟不导 有什么差别 那成本差多少 很多 你知道现在建设一个5G的应用室 然后去花钱 所以有可能最后回到服务的本集 有可能我今天派一组人去社区做服务 里面刚好有十几组的癌症的家庭 跟病友 可能我付他的钱 他的高铁费到去那边住两天 或住三天两夜的钱 可能比建造一个5G的基础设备 还来着便宜 所以很多东西是一直辨证在思考的 所以才会鼓励各位同学 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 好继续下去 所以你看癌症的这个意识里面 因为有了解到需求 了解到有做这个设计 想要带出的新的价值 跟对于病友或家属的这件事情 所以技术才进场 所以技术才会用到说 原奶油 这个怎么顾身体 怎么找资源 什么顾心灵 放轻松 怎么样去挺家庭照护者 然后保相关的法律的权益等等 这些不是大家学 程式设计会知道的部分 这些都是掌握在第一线服务的人的头脑里面 那到底技术人加低线的社工或护理师 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跨领域的团队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 而且不会取代 而且大家的专业是互助的 因为大家都各缺乏提债 所以这部分里面 就用这样的部分来做合作 然后最后一个案例给大家 刚刚讲说设计就是从A点到更好的B点 然后导入刚刚所讲的 如果我们把A点到B点 设为一个三年的设计的计划 跟一步一步去导入 然后我要达到这个B点 我先想好 到底以一个中期的目标来讲 设计要把它带到更好的B点 长什么样子 回头去思考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布局 应该怎么做 那找一个接近的例子 我们当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研究是在做失智症 那癌症跟失智症的部分 失智症为什么也值得解 是因为它是当代被堪称为两个 世纪黑死病的病症 第一个是失智症 第二个叫做忧郁症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谈论失智症呢 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头脑退化跟失智的时候 你就 你就拜拜了 现在是越活越长 所以会越来越有失智症的挑战的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希望 一个三年的想法上面 如果要去对调失智症的设计 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可能性进场 所以思考的部分是 我到底这三年内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非得我们再进场不科 有这么多团队为什么要再进场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失智症的异体里面 实际上是很关注在 除了要照顾失智症患者之外 第二部分就是在家庭照顾症的帮助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更累 所以家里面有这样的病患的加速 通常都要花更多倍的时间来照顾他们 有一个数据在讲 全部的病症的直接跟间接的照顾成本 最高的就是失智症 第二高的叫做中风 大家猜猜看 为什么失智症的照顾比中风更难免 因为失智症患者可以行动 所以基本上在整个直接照顾加间接照顾 根本是最高的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这三年的部分 要创造出所谓不要只是吃药非药物 而且要给家庭照顾者跟失智患者 有更棒的照顾的服务跟计划 作为三年的欧的这个目标 然后在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些挑战 告诉我们到底每一年做到什么样的KR 叫做有做好这件事情 那第一年部分呢 我们就是跟台湾最大的照顾单位跟品牌合作 叫做中化引法 那这一次的合作 实际上也很大的挑战就是 要针对失智症 然后要针对非药物 就不是吃药的设计 但是有办法帮助它延缓失智症的状态 来做设计的这个部分 大家想一想 大家不要觉得 大家想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资工资管的伙伴 或就是网路或行销的伙伴专业 你如果被邀请到里面的话 你会担任什么角色 或你期盼担任什么角色呢 或是你怎么样跟着大家一起做探索的那件事情 那那个时候谈话短说 因为做设计的研究花了蛮多时间 后来我们聚焦一个东西叫做 怎样跟长辈边聊边聊 边聊天边做辅助性的治疗 非药物型的 所以很多长辈不承认他自己有吃这个吗 跟我们每个人一样 那比如说跟他讲说 那阿贝我们来做这个蛋糕好不好 我们来做面团好不好 我们来做萝卜糕好不好 我们来做木耳相关的料理 我们来做芳香精油 但重点做什么其实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都是跟医疗人员跟照护人员 跟复健科的医生职能治疗师一起讨论出来的 所以他看起来是在做生活感的东西 但每一个步骤 实际上是解构他在医院里面做复健的行为 有点复杂 但是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是设计的know how在背后 怎么拆怎么装怎么到 怎么讲 那重点的K要就是当然 不管长辈的反馈 或家属的反馈 或到底有没有被 台湾最大的照护机构所认可 然后最后他们会运用这个工具 用在他们在训练未来的长照人员上面 变成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叫做有做好的K要 第二年 有很多私政的患者跟家属 跟我们反映说 在这么多的非药物的治疗上面 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有一个痛点 就是当他们要帮他的私政长辈去办 看他的人生毕业典礼 是什么 人生的毕业典礼是 就是丧礼 的时候告别式的时候 会发现 长辈跟家属之间 最后两三年都没有出去玩的照片 都是照护的情景 所以他在问我们说 能不能够去有一个可以跟私政长辈 或私能长辈 家屏一起做一件事情 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的设计 然后这部分里面怎么把交通 刚才有人问说交通的设计 行程 照顾、疗愈、景点的设计者专业 一起混在一起做 然后要做什么呢 做一个叫做私自家庭的新形态的喘息 少两个字 一边帮助私政的打背 延缓私自私 然后还要带他出去玩 家属还可以喘息 昨天刚好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台中最大的医疗集团 他们最近在发展一个给 也是很难照顾的这种个案的这种 比照total service的部分 他后来就发现 其实客户要愿意花钱 重点他买的部分是买这两个字 买喘息 你给他其他的长辈或定人 什么样的部分很好没有错 但真正驱动他 会把卡刷下去的部分就是喘息 他有很好可以睡个觉 好好吃一个饭 他是发呆 都是他觉得很无价的service 很直白 然后当时候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发现 在当时候出去玩的设计里面 也有一个设计跟 失智症的照顾有关系 然后就发现说 全球有一个研究很有趣在做动物治疗 然后我们就想说台湾哪边动物最多 这样子 动物园 动物园 然后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去找动物园 跟我们合作一个失智症的游程 这样子 但是我想要快讲这件事情 当时候我们去找动物园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就是我们并没有一开始就觉得动物园的老板 就要马上认同他的动物园 要跟失智的长者的服务房在一起 或让他认同失智家庭有多可疑 多需要被照顾 这样子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切点切入 就是去分析 因为他是一个上市公司 分析他的财报 然后去财务报表 然后去发现说 原来你们动物园 近三年的营收 都是从一群小朋友跟亲子的客群所带来的 然后我们问他说 如果你跟我们合作 未来的目标是在两年之后的营收有20% 是来自于一群中老年人的收入 你觉得好不好 他就说好 所以重点你不一定要祈求 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你所care的事情 你必须要去了解他care什么 然后转换language或频道 让他听得懂你在干嘛 所以那时候就争取到机会开始去做剧本 因为大家想说是制作人吗 请说 你觉得要让大家都能够进入那个地方去接 你觉得第一件事情要赋予大家什么样的理由 大家才会愿意或知道进去要接什么 你懂我的问题吗 当你知道去中心的话 是让大家都有机会进到某个异地去做投入的时候 那我想要多问你的请教的部分就是 怎么样让这些人 虽然说技术面上面可以decentralize 但为什么decentralize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怎么样促进他们有一个motivation 跟一个理由去投入一件事情呢 想想看 那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web3的专业 或者今天大家是要想听听web3可以用在这个地方的什么 其实我希望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 因为老实说 第一个是我要跟您承认 我并不是web3的专业 但过去我们作为一个整合设计的专家 或作为一个制作人的角度里面 像刚刚癌症的那个议题里面 我刚讲说为什么后来有5G 有ARER的进场 用在音乐跟艺术的治疗 作为两个音乐能够连线到各个山区部落做异地供应 让他因为拍点一致 可以透过音乐治疗去帮助癌症的病友 能够去做心灵跟忧郁症的解放的这件事情 这个部分里面老实说是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目的跟需求 然后你会知道科技要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做思考 今天其实到资工的现场的这部分 因为我特别个人是很期待 因为在一堂课里面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重点不是在我的看法 但是我们可以验证 我的看法重点就是技术要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因为这是你的专业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现在在遇到很多的产业跟第一线的需求的时候 你怎么样先作为 如果你先是一个跨领域的leader even是你有资工跟web3的专业 你怎么带领这群人在decentralized的状态之下 投入这个action 如果今天我付你一个500万的顾问费 我说那你带你一个团队来帮助我 我这边有500个私人的家庭 我希望他们在不是只有进入到医院可以服务的状态之下 能够透过web3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服务跟设计 那请问你怎么设计 你会怎么样提出这样的support 或是你的第一步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部分是很希望 听听你这边或大家的回馈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大家并不是应该是能听answer 怎么用web3 而是我也很想知道 年轻一辈的专业的工作者 如果今天你加入我的团队 你加入一群在二性肿瘤非常在行的第一线的权威医生的底下 大家知道现在在AR跟VR的应用上面用在第一线跨区域 甚至跨科别共同在拍刀的时候 用立体成像 甚至日本有一个医院在宁古物大学 这部分里面他们透过先做3D扫描 把病人的胰胀癌的部位3D列印出来 然后他先让很多跨科别的医生先做 预先性的手术的模拟 然后进到真实的模拟跟真实的开刀房的现场 然后透过他们因此在医院成立一个AI跟智能的中心 募集了超多这一块的专业伙伴 然后去帮助开刀的成功率 病人的恢复率要大幅提升 但这些部分我觉得基本上 我觉得刚刚提出这个问题超好的 其实我觉得 在现阶段在web3的发展底下 要去做很多的一些推进 我觉得大家在探索方法 探索方法 但是问题是过去 刚刚很多创业的伙伴我们在讲吗 最后都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重点就是你这个做的部分 没有真正打到市场上面真的要解决问题 而是他投资一个设备跟技术 但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说出 我今天AR VR进场 web3进场 我今天这些元宇宙进场 到底我要解决现实社会的 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性或产业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gather这些evidence 去把你的技术用在对的地方 所以刚刚在讲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在好奇跟探索这个问题 其实我没有解 我应该很坦白跟你讲 其实我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我现在这段能够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 我们过去在一个这么大的技术机构里面 是在工业里面做技术整合这件事情 我们通常遇到问题不是技术整合的问题 通常是大家并没有花更多时间去了解 你在解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跟你到底技术进场之后 那个问题有没有被决选 听得懂吗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其实我会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 或许是各位young talent 在你有这么好的学习 或这么好的老师在带大家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去思索这件事情的状态 或是我应该再进一步问你 如果你知道原来第一线的照护人员 或照护的伴侦 有这么多身体跟心灵 或现阶段很多的不遍的需求的时候 大家想看 你觉得科技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想要知道 跟想要去探索的一个思考念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部分 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我很希望我们有机会 可以在这上课之后有很深的 或有更进步的讨论 可以清喝茶 但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一块里面 我很希望大家 就像刚刚的同学一样 其实大家应该都要 勇于提出大家的需求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在这个议题上面 因为我们有机会知道 要一个合作的场域的需求 甚至是有机会争取到 在这个场域里面去布建 你所想像的巨人的需求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甚至是你要去解决很多商业模式的设计 跟定价的需求 如果今天要做一个虚拟的动物园 然后让很多 连出门都没有办法出门的 施政长者或帕金森市的长者 能够他可以享受一个如同在 真实的动物园里面 然后做很棒的动物或音乐或艺术的治疗 除了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来讲 我也想跟范范跟很多伙伴分享 其实最重要部分是 当你今天技术进场之后 你都要为所有的商业世界或服务的观点想到 请问多的service或多的价值 你会增加多少的成分跟定价 你怎么定这个价格 就像是当时候我们也会被问到 有这样的service很好 那请问三天两夜要换端口 我相信在场Event 刚刚滋空几个的这边的团队 你们在创业的时候 最后有产品跟服务的时候 你也要定价吧 是吗 还是大家只关心说 技术用在哪里 而不用定价 都需要对不对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试着用一个更全关性的角度分析问题 然后在这部分里面去了解 技术用在哪 跟最后怎么进入市场真的被用到 这部分就很重要 比如说当我们今天 去跟一个商业伙伴合作完之后 结果怎么样能够让地方性的 长照2.0的 policy 能够进仓 去认证 带施政长辈出去玩 这也是符合长照2.1的规范 它是有医疗的成效 如果你今天用了web3的技术继续 你怎么样去claim你的成效 你觉得你要跟谁合作呢 找资工人合作 还是要找更多的医疗 生计法令社工的人合作 这就是所谓的跨领域的需求的来源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我相信在课程上面 并有很多更棒的专家 跟大家分享 搭配技术的应用面的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在Zojo Design的观点底下 的重点是在于 到底你刚讲 你有没有真正解决 你想解决问题 跟创造新的价值 even 技术现在可以走到很酷很炫 但重点是 是你自己觉得酷 还是你的TA或父亲的人觉得酷呢 这部分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成效 其实还蛮关键的一环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我想要用一张图 跟大家 做一个小的收斂 我们在这几年的设计里面 都相信一件事 也叫做Design Cleveland 也就是当你今天 要去做一个Solution的设计的时候 通常会有三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是你 有没有够了解市场跟消费者 但了解市场跟消费者 是一个渐进性的创新 就像是当时候亨利福特有讲说 当时候他去做市调 有99%的人跟他讲说 下一代交通工具 是什么 很多人跟他讲说 还是一匹更快的马 但讲不出汽车这两个字 各位同学跟各位在寻求 Web3的应用的伙伴 我觉得是有另外一个更棒的一个可能性 所谓的突破性的 突破性的概念是因为过去的这些议题里面 并没有这些技术出现 所以到底这些技术可以用在哪里 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回答 是因为过往 或者因为是现在 大家都还在try而已 因为并没有data去反馈 到底在这个部分的技术应用 是否有真正达成更好的低点 还是你只是为了技术应用的应用 其实我们那时候 其实接触到5G的应用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慨 去投入国家投入了非常多技术开发 但现在因为找不到应用店 所以花了更多钱 请更多的顾问公司来想想 这个东西可以用在哪里 所以它不是一个 以需求为导向的触发店 它是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带动了更多的可能的单职 就业机会等等 但做出来的东西 目前找不到应用店 我觉得现在是最大的挑战是在这里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样用设计的跨领域的激档 重新定义一件事情 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有帮忙重新设计便利操账 然后有一个案例蛮经典的 我蛮喜欢讲的 就是老板跟我们讲说 诶快办 我们来设计一个最便利的便利商店 董事长 然后给你3000万 你会问他什么 老板怎么用 他今天有一个案子 想要你帮他设计一个下一代更便利的便利商店 你会问他什么 以前已经到那边了 还是你说 什么5000万 如果他今天想要这样做一个 规划 规划一个未来下一代更便利的便利商店 那你会怎么做 好 问题先提到这边 那时候我就问他一件事情 就说那请问你怎么定义一个更便利的便利商店 更便利是什么意思 然后老板就说 就是让消费者进去之后 冰冻 然后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找到商品结账出去 叫做便利 过了6年之后 同一个老板提出同样的需求 他说 请你再帮我设计一个更便利的便利商店 请问你会问他什么 我问他 那老板9月6年之后 什么叫做更便利的便利商店 他说 你这次不要设计一分钟的便利商店 我们来设计一天的便利商店 什么叫一天的便利商店 就是便利到 你从起床之后 就会愿意带在便利商店 然后所以在里面 讨论 然后做工作 然后寄东西 上网 然后到日落 黄昏时分才回家的便利商店 那个时候的6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是67 应该是有快10年前了 那个时候才真正在便利商店里面 放入第一个 团桌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大型的电器出现了 因为他看到了整个lifestyle的感觉 然后后来在疫情几下的前几年 不是他就有那个什么店长群吗 就是加入店长的lif群 这样子 然后曾经 因为最近我们有遇到全家的东市 然后就问他说 这些自己的成效怎么样 他说非常好 那为什么加入店长的lif群跟 大家猜猜看 如果按照比如说以全家为例的话 那个一年去全家取货的人 是有多少 如果没有技术的话 应该将近快10亿 然后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把货寄到家呢 为什么 赶快快点 各位同学动动头脑 没有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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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需要训练一群非常有商业sense的 资工的专业的人 没有信用卡 不是 是因为他们的调查里面发现 只要人来到便利商店取货 里面有三成墙 30%以上更多的人 会有二次消费 然后二次消费 再来一年的营收 会增加20到30% 所以他宁愿请大家来取货 或设计更多的方案 让大家来取货 大家不要记到你家 所以我们是都被设计了 好 各位伙伴 最后了 最后三张 我觉得现在到A点到B点更重要的部分 重点是怎么从我到我们 做一件事情 怎么从你自己想做到我们一起想做 这件事情是目前超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部分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从我到我们 从现阶段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然后一起用很多线上线下的方式 在讨论很多的社会的意志 跟做很多的设计 里面不把很多科技的运用等等 甚至我们在遇到像永续跟简碳的议题里面 去思考怎么样有一个更大的群集 来去take action 提出设计挑战 如果有一个IP 第一 线上线下有超多万人愿意透过一个系统 去帮忙做每一个品牌 Google Kesla Microsoft 全家 加勒夫 等等 他们在面对未来永续跟简碳跟静明的提 他想要招募 来自不同江湖 不同的专业的人士一起做 有不可能回应刚刚范范卓建议的 未来观点如果我们有更好的科技 更好的元宇宙 我们有不可能在哪一天可以跟着大家一起 思考或想象一个具实体跟元宇宙的地球解放 让全球很多的专业跟拥有技术跟解放的人士 来为很多的气候的议题 永续的议题 循环的议题 来阶梯 其实在当时候现场会有问过唐红这件事情 到底现在速发布的这个成立 之于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这些伙伴可以知道很多产业在面临到永续跟简碳循环的议题 能够提出可能的解放 那我希望在这部分里面留一个伏笔给大家 但也很期盼的是大家能够因着知道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会舍得或知道未来在search engine上面会打地球解放 会打我们这个系统平台叫做go action 那这部分里面怎么样让现阶段很多的一些专业伙伴可以上架 把自己上架 然后推过到不同的行动上面去成为对方的金方 然后去回应我们在做现阶段在做跨领域跟开放式创新的设计行动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再次就是 谢谢大家的时间 设计就是从A点到更旁边 设计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过程 所以大家可能是从单一专业 从台大毕业 你未来一定会进入到很多的跨领域的团队 你怎么要成为一个 专业的跨域整合者跟行动的带领者 答案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说服 你今天所安排的 所带领的 所运用的 所资源投入的 都有机会去面对一个真实的挑战 能够讲得出这个技术 这个手段能够带出什么样的differences 所以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复仇者联盟 然后在这个会面为自己为这个社会跟产业多做一件事情 跟你旁边跟前后左右的人跟他讲说 你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复仇者联盟 快点 快点跟你的旁边人讲 快点 好 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也希望大家有一些说过 然后能够带着一些动力 能够往自己的往下的学习跟成长现金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博士 不好意思 今天还是用了大家比较长的时间 我想 话不多说 这个 我心里想的是 希望每位同学都可以 往后退一步 把手伸出去 那 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在这边 其实刚好也是在做这个如来必有的所有部件里的一些协助 那时候我们希望再来思考什么用科技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需求 当时我们是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 我们自己那时候台大第一次开了Mobile Programming的课程 在一台iPad或在一个平板电脑之间通过网路去互传讯息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超级先进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刚刚在听课程的时候 我突然回想起来 当时我们买了20几台平板 然后到台大医院的这个跟外科的这个如来的主任合作 然后跟一些如来的病友 那时候我们 其实我很后悔 我那时候没有看懂一件事 所以说其实通过网路让这些病友可以跟其他的病友互传讯息 这件事就超级伟大的 你们要回想当时是没有LINE的东西 然后我们用了各种神秘的方法在平板电脑上做出了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我的研究是希望评估 他们会用这个平板来听音乐 看电影还是上网还是什么 结论是他们都用这个来传讯息 当时如果我聪明一点 我如果能够观察到这样的需求 也许我们在台湾现在就不是自用带来 所以我想随退一步就是 我觉得技术的部分 我们当然是一直都有提供各种不同的讲者来分享设计的实物或工程面的一些工具 或者是一些package让大家来参考 但是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把这些技术运用在新的地方 或者怎么样用新的观点来看待的问题 现在AI都要不只是copilot 帮我们协助一些程式了 以后可能机器还会发明自己的程式员 我们人类的角色可能是在观察问题 定义问题分析问题找到需求 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不同的学科当中是有共性的 所以我想不多说太多了 每位同学应该自己可以自己再稍微消化一下 我想从这个不同的角度 应该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些新的事物 结合自己本身有兴趣的地方 我相信应该可以有很好很有趣的程度